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参数72遍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函数 是咱们自己定义的 还是说别人写的函数 都无所谓 咱们要根据API手册 看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这个函数比如说 叫什么名字 对吧 要传几个参数 每个参数的类型是什么 返回值是什么 对吧 这个叫API的接口定义 那么咱们就要根据它的定义 咱们进行传参复值使用 对吧 那么有问题了 比如说 咱们在业务过程中 咱们可能用到某种业务 不能够确定参数的个数 那么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定义参数个数不定的函数 有几个个数不知道 怎么定义 用到定义符号三个点 怎么做 咱们马上先看例子 首先是这样 我先给您举一个 咱们普通 一般咱们要用到 传参数池 不定个数的例子 叫做普通函数定义 这个地方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定个加法函数 ADDE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接到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的内容 当然是动态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在这个函数里面 去便利这个数组 然后把每个数组的值 进行相加 然后把这个数组 相加完的结果返回 可以吧 一般咱们定义都这么定义 对不对 那咱们今天就建个文件 是先试一下 咱们一般的定义方法 试一下 咱们如何做一个求和函数 就这么做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吧 定义ADDE 然后接受一个数值数组 然后迭代 把里面的值进行相加 然后返回 结果 调用怎么调用 大家请看 ADDE 然后注意看 括号 里面因为是一个数组的参数 所以说这地方 我要定义一个数组 让它附上123 有事说 咱们要做123 三个数值的相加 马上运行 看结果 这是非常普通的做法 也是最一般的做法 TSC编译一下 OK 没有问题 然后出现一个GS文件 Node执行它 是6对吧 说明什么 是不是咱们确实是 在这个地方传了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地方 给咱做了叠加 然后比如说 我再加一个 1234行不行 当然可以 试一下 OK 编译完 最近我的电脑还比较快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这四个数字相加 这样就完成了什么 完成了咱们传一个数组的参数 但数组里面的内容 咱们是变长的 对吧 长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可不可以做到 这个参数的数 这个参数的个数变长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往下看 该怎么定义参数变长的函数 就这样 我考虑过来之后 我给您讲解一下 把刚才那个覆盖掉 大家请看 这刚刚才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在于 我在定义参数的时候 前面加了三个点 什么什么 说明我这个参数 我这个函数ADDR 他要接收一个 number数组 但是接收是数组的个数 未定 里面内容是完全一样 里面的内容 还是根据传进来的这个袜子 这个变量 这个数组 进行循环 然后进行叠加 里面内容是完全一样 就是在定义接口的时候 有一点区别 当然 定义接口的时候 有区别 调用时也就有区别 什么区别 注意看 ADDR 然后是括号 里面直接写123 刚才咱是怎么写的 刚才咱们是前后 加上一个中括号 咱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咱们的写法式 调用方法是 ADD1 然后是一个中括号 在这个中括号里面 写上了数组的内容 也就是说 咱们向ADD1 传进去的是一个数组 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做 咱们直接在这ADDR函数里面 传上各种各样 变长的参数 就能够完成 刚才同样的效果 好 咱们马上编译运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出来 突然了效果 编译OK运行 OK 它把这个数组 这个函数 把咱们传下的三个数值 进行了相加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继续可以输入 其他的内容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着 我对ADDR这个函数 传了各种各样参数 这参数各数 不定 为什么 你看我可以传123 可以传450 都可以传 对吧 好 咱们编译再运行 没有问题 统计出来 那有朋友问 这种函数这样做 有没有什么好处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在这个业务过程中 咱们可能要计算 这个员工的工资总和 对吧 可是员工 和每个月的都是变化 对吧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就定义一个 类似这样的函数 在这个地方 把每个员工的工资传进来 那么他就给咱们算出来了 对不对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做法 在工作 在实际的咱们工作中 你说这种 可变长定义的参数 用得广播广 反正咱们作为一个基础知识 了解它 其实像我 如果我在实际工作中 我还是愿意在这地方 直接写上一个数组内容 然后我传 也是传一个数组 而不是说传多个参数 这个也是看您的使用习惯 像我其实说 还是喜欢第一种的写法 不过作为一个知识点 咱们应该要了解 这种可变长的 函数定义的方法 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今天给您讲解的 关于参数72遍 可变长 可变长函数的定义方法 推荐给您 也希望您能够了解到 这个知识点 我的课程会放 课程的代码 会放开心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从最近开始 我是只传B站和YouTube 优酷 我展示听更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